劳动部台东就业中心2022成功地区现场征采活动 新营东海岸成功镇长滨东河湘 李树叶市府团体水电工程行 部落产业等22家厂商道场征采 提供156个就业机会 希望能够从在地的青年 或者是返乡青年 或者是在地的一些中年 退休的人士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近来柬埔寨诈骗事件不断延烧 不少国人受高薪吸引 不料到当地却惨遭内带沦尾租载 征采活动现场 严明会台东七就业服务人员 特别先导远离求职陷阱 大概是讲所谓的三要七步 三要就是要确定 就确定你要去面试的这个工作内容 要质疑就是他的一些工作条件 是不是符合一般常理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条件 然后要告知 所以要告知就是你的面试 或是要去哪里 都要跟你的亲友报告 甚至要陪同 受到台风的影响 东海岸24号下起间歇阵雨 不过征采活动仍然吸引部落族人到场求职 希望找到合适的工作 原事新闻发布了台东成功 采访报道